男人恳求妓女稳变她的全身 妓女却因爱上男人而不愿意接受她的钱 男人说她的原则是只要她喜欢就会付钱 妓女问难道我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 也需要给你付钱吗 那不公平 男人是知名记者 至今还在撰写报纸专栏 他终身未婚 唯一的一次婚礼 也在娘家人发现 他在婚礼当天睡在妓院后泡汤 之后他每日留恋在各种风尘女子之中 直到他90岁才发现 自己一生虽然有过500个女人 却依然不知真爱的滋味 他给失去联系20多年的老宝打去电话 提出要找一个处女陪他度过90岁生日 而老头口中疯狂的爱之夜 其实是在两人平静的睡眠中度过 清晨老头在女孩枕边放了钞票后 到了生母别 他放下纱帘拿起衣服离开了房间 他发誓再也不会再见女孩 女孩则在屋内听得清清楚楚 老头回到家里继续写他的专栏 他和女仆谈起自己一生从未有过爱情 女仆却伤心地说我有过 因为你 我哭了22年 老头说也许我们可以是对美好的夫妻 女仆则说你别再讨好安慰我了 22年来你每月找我一次 你也许不相信 我依然是厨子之身 老头无法面对痛苦的女仆 他顿感内疚 当他推开门时看到了满屋子的鲜花 女仆还给他写了一个卡片 祝他长命百岁 这时老宝打来电话说你怎么走时都没有叫醒他 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那个连他出业都不以为荣的男人 他只是用假装睡觉掩饰自己的恐惧而已 他宁愿认为你是无能的 老宝承诺一定不会让这件事泄露出去 他会让女孩把钱还回来 老头则让他别折腾 女孩确实不错 报社给老头庆祝90岁生日 他们感谢老头多年来为报纸写的专栏 老头最近从他小时候开始写回忆录 一直写到现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读者特别好奇一个90岁老人的生活状态 社长拜托他一定坚持写下去 老头颤悠悠的离开 骑车的女孩看到了老头 他推着自行车好奇的跟在老头身后 到家后老头又接到老宝的电话 他看到了报纸上老头的连载 他说原本我以为你已经是100岁而不是90岁 我很惊讶你看起来还不错 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面对老头的果断拒绝 老宝放下电话自言自语 其实女孩状态很差 因为那天他缝了200个钮扣 他特别害怕那晚被赤裸裸的强暴 但其实他已经为现身做好了准备 转天老头竟然有幸在街上碰到他未娶的豁嘴新娘 他白发苍苍坐在轮椅里依然美丽 可他却不认得老头是谁 老头不由去揣摩 他是在报复 还是真的忘了他 但他却不能忘记自己对女人的亏欠 女孩又在街道碰到老头 他的手串掉在地上 老头叫他 女孩却连忙吓跑 无聊的夜里老头又打去电话问老宝 我想那女孩一定在等我吧 老宝则表示如你所愿 你也会怀念那种乐趣 今晚十点趁小鱼没便凉前来找他 晚上老头准时来了小屋 他轻声哼唱歌谣擦去了女孩身上的汗珠后 离开了小屋 老头在专栏上写道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错觉 而是一个奇迹 我生命中第一份爱情竟然是在我90岁 老宝则嘲笑他 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花两个晚上和女孩在一起 却碰都没有碰他 老头则说如果你不能体验到爱的话 性只是一种慰藉 老宝则表示如果你不喜欢他就直说 我可以再给你换一个 说着他找到了其他女孩的资料 老宝断定老头一定是得了老年痴呆 老头拿出了母亲祖传的耳环送给女孩 女孩脸上满满的色彩 让他无法察觉他的微笑 他一点都不想吵醒女孩 他担心两人面面相去的尴尬 他发觉自己爱上了女孩 因为他开始经历和他有关的痛苦和幻想 他仿佛看到女孩帮他整理书籍 甚至女孩独自在屋里偏偏起舞 在一起的愉悦令他分不清现实和幻想的界限 之后老头每日都会写风情书倾诉他对女孩的爱恋 他要出版社直接将自己的手稿印刷在报纸上 这样才能完美地表达自己的全部爱意 老宝问老头为什么不娶女孩 这对于他来说更合适 但老头却故意岔开了话题 工厂里主管每日给工人们读报纸上老人的专栏 老头给女孩写了新名字叫加迪娜 他说上了年岁的人最懂得如何去爱 因为他们无所牵挂 而对于那些涉事未深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还需挂念工作和钱财 每天听着老头吞吐在报纸上炙热的情话 女工们纷纷猜想究竟谁是加迪娜 她一定不在这个城市中 因为如果在大街上看到对方的话会直接给他看 而不用发表在报纸上 此时女孩却默默不语不敢发声 女孩的心中也对老头产生了莫名的依赖 殊不知接下来会发生巨大的灾难将他们分离 小经文委 小经文委 ster的空长 好